美國居然把中國的所有的火箭 所在的位置 從什麼司令部到垂直班 全部公布出來 剛剛一本人講說 那是美國情報做得好 美國情報做得好 公布對你的威嚇 你說不是這樣 你說我太淺了 這個根本就是中國的內部鬥爭 對 你看看它什麼時間公布 我們查一下 什麼時候公布的 它時間 我看剛剛寫的是 好像10月24號 24號 24號 那我請問你 它軍委會的主席 跟副主席什麼時候公布的 23號 它就給你難看了 所以我的常委名單 軍委會確定是23 結果我24就公布這個東西 終於給你公布出來 這很簡單 這個到底是純 這是科技情報還是人事情報 當然人事情報 就是有人叛逃 才會丟這個東西出來 所以說如果我是科技情報 我最多我從空拍 我知道你的位置在哪裡 可是你連每一個地方的指揮官 你的副指揮官 連你的催事班的名字 我都知道 對 所以表示 這個是這個可能是經過有科技情報去查核 他要核實 可是那個美國人很壞 他用美國空軍大學 在10月24號給你發表出來 你24號人事定案 我24號給你公布 你所有的火箭軍 你就是你所謂的飛彈部隊 所有的佈置 全部告訴你 軍委會多難堪 故意告訴你說有人在煩你 有人煩你裡面 他敢公布這個東西 情報一定追得出來 對 換言之長軍方 有人一定有高層叛逃 這個沒有叛逃做不出來的東西 對不對 這是那麼核心的玩意 我發表不是 你弄下來 我開始修理你 這純粹給習近平跟給解放軍的內部 給習近平難看的這個畫面 因為這樣子 他不只是科技情報 科技情報不會做到這麼據悉名 一定有人事情報 人事情報一定有是內部 內部一定是高層 才可以這樣核實 對 他交叉比對過以後 他有把握 他這裡面當然有有有虛者實知 實者虛知 他裡面有有虛實莫辯的地方 他不可能說整個東西丟出來 他一定讓你本身查核上有困難 起碼他現在你要做最後的內部 做安檢的時候 有很多事斷線斷點 他不然他不斷線丟這個幹嘛 他怎麼可能把自己滲透的人 讓他曝光 如果老公今天看到這個東西 他第一個查 他怎麼會知道的 那知道了以後到底誰泄密的 那我旁邊的間諜在哪裡 當然是 所以這個已經完全清理好了 這個美國這個事情 早就該撤退就撤退了 對 他不會把臥底人在裡面被犧牲掉 不會幹這種事情 這個事情他敢在 問題是他政治上的效應 跟警告的意味非常非常強烈 就是我根本就已經滲透到 你解放軍裡面去了 你的核心 而且是火箭軍 而且他因為他只有這個東西可以打 只有這個東西可以對付美國 他還有什麼東西 沒了 他用裝甲車來打嗎 不行 只有他的A2AD就是封鎖西太平洋 中共就這一招一點其他招都沒有 他西太平洋封鎖不了 他的航母就從此美國航母就可以 可以財區之路 你根本就沒得玩 不要玩了 我隨時從馬六甲海峽 把你封掉你的這個 封掉你的商務行動 從哪一個海域都可以把你封鎖掉 美軍有絕對的力量 只怕他的A2AD就是火箭軍 他還是在很惡劣在哪裡 他在24號給你公佈出來 就是你的人事公佈 我第二天我就給你公佈 表示什麼意思 表示有人叛逃 表示有解放軍內部有反對派 對 他搞這個幹嘛 那是誰反對 你認為他們知不知道 他們知道 當然知道啊 對不對 那我就懂了 為什麼胡錦濤有那個動作 胡錦濤也是一樣啊 胡錦濤也是知道有親美派人在裡面動 因為他裡面基本上要分兩類 就是所謂的習派跟以外的就是反習派 所謂的反習派就是親美派 親美派就是所謂的改革開放派 我們這樣講 用經濟上的區分就是改革開放路線的一批人 另外就是所謂的這個共同富裕的一批人 那這一批人滲透的一條線裡面 在各個不同領域都有 包括軍方在內 他最狠的就告訴你說 你不要以為你解放軍效忠你 我告訴你沒這回事 所以這是警告習近平的 當然是警告習近平嘛 那如果這樣子他是一環扣一環的 剛剛講的 當你把這個公布之後 然後布林肯就講了 習近平是要改變現狀的 他講到北京政府決定 他們不再接受臺海維持現狀 他們要加速統一 然後美國來到一個轉捩點 後冷戰時期已經結束了 美中肯定是處在競爭狀態 這個競爭是形作世界未來 美中是其中兩個最大的玩家 我警告你習近平的 對這誰當老大嘛 他就告訴你說你 美中是其中兩個最大的玩家 我再講再補充一點 在胡錦濤主政的時候 他派了戴炳國到美國 去跟美國談判 說接受美國主持的世界秩序 這個宣誓哦 宣誓之後 然後開始馬上美中關係做急劇的交流 然後一直有連續產生了將近100個溝通管道 美中關係突然間進入非常好的階段 其實在胡錦濤任內完成的 就是他接受 他已經跟你講說我不當老大 接受美國資訊 但是習近平是什麼 不會接受美國資訊 他也不用不接受 他說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嘛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是你搞民族主義嘛 民族主義一定會侵犯到美國利益嘛 所以他就會變成要自己要關門 要閉關自首嘛 閉關自首的情況之下 所以這次的整個在二十大裡面的演講裡面 最重要是兩個字嘛 安全嘛 他不斷強調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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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就是軍事衝突啊 沒有他也講到一個江山要維持下去 對就共產黨的江山要在紅色的血統下面也維持下去 我們類比上跟北朝鮮的這個金家的概念完全相同 因為中國 中國也講究血統 對中國並沒有真正的政黨政治的概念 或他們有政黨政治的實踐 台灣因為有民主化以後才開始有 否則以前在蔣氏政權裡面 我們也稱之為叫做會黨 這不是政黨 會黨跟政黨差一個字 差一個一個是幫派 一個是現代型的政治 那現代型的政黨的話 就有非常多的法律的規範 還有很多條件可組成的 這要有憲法的概念 那中國現在沒有通通沒有 他是幫派 黑幫主導 那美國看到這個東西 美國當然這時候出手 因為這個裡面只要你搞這一套就一定有反對派 而且你要美國第一天今天就扣他帽子 說你要挑戰我美國 對 你要挑戰資訊 你要挑戰我 那我就打你嘛 這很簡單 美國在找正當性 布林肯這個講法是非常高端的 他是國務心的講法 我們現在這兩天觀察 照理論上講的話 應該有中國的外交部 應該有中國的國務院 請問王毅這種級別的人要開始正式發言 要有回應 我看到今天沒有回應 目前還沒有 應該還在處在驚嚇當中 還不知道怎麼回應 因為或是說根據這個 這個停會上段講法 等組織決定的回應 老闆下橋子才能回應 是目前他們的僵化 也是他們的一個減少創意來源的一個很大的原因 所以整件事情 美國在主導下一輪的跟美中衝突的這個 所有的節奏跟步驟 好 所以魁宇本來大家以為說 中國二十大以後你的權力抵定了 你相對穩定了 相對穩定以後我比較能夠預判 就沒有想到你二十大之後 美國真的出這個重手嗎 而且這個重手真的跟中國內部的衝突矛盾 叛變有關係嗎 當然有啊 那我接著這個董事長的邏輯往下推 董事長剛才講的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我看到這個文件的時候我也嚇一跳 幾個驚嚇的部分是說 他太拒細密 他連吹事板都 連人都有了 對 所以這個中間一定包含了兩個部分 除了科技情報 針照 衛星 這些科技情報 我照得到的東西以外 他一定要有人員情報 我吹事班長 我怎麼會知道吹事班長是哪 有人要給名冊 那我們就講 這名冊誰給的 我照相照不到 我電子也攔不到 對 我一定是有人拿出來或幹嘛 那為什麼會有問號呢 有人可能最近調動了 所以他來不及更新 對 或是有空缺 第二個 要做這麼詳細的一個文件 我沒有一個月到兩個月的作業期 是完成不了了 那一個個要標定啊 一個個要抖起來 對 所有的數據 那不是這樣的叭啦叭啦叭啦就弄完 很顯然是老美早就有了 早就有了 只擺在那邊 對 那一般來說 我擺在這邊等著你二十大開完 確定你去 我也會出來 不見得 不見得 好 情報這種東西是這樣子 情報這種東西是 它最有價值的時候 是我擺在倉庫裡的時候 擺在抽屜裡的時候 你不知道我有 你不知道我掌握到了什麼東西 但是我要打仗的時候 崩下丟出來 你全部都完了 你想想看 之前中共怎麼恐嚇我們的 中共 怎麼恐嚇我們的 他說 你台灣 所有的陣地 所有的防空飛彈基地 所有的炮陣地 指揮部 彈藥庫 我老共我全部都給你標定好了 只要一開打 我第一秒鐘 所有飛彈都把你通通都可以打毀 對不對 他是這樣恐嚇我 現在這句話 原本不動把主持換掉 換成美國再恐嚇老共了 你所有的火箭軍 所有的基地 所有的指揮部 所有的通訊中心 彈藥庫 維修長 我通通給你標定好了 我通通知道位置在哪裡 如果你真的要打 我第一秒鐘讓你通通都沒了 所以這是恐嚇 這是恐嚇 可是大家就好 這個問題就出來了 我這個情報其實是很珍貴的 那我知道了這麼詳細 然後做了這麼珍貴的情報 收集了那麼久 為什麼我要把它公佈 那情報公佈以後 它就有一半的效力沒有了 那為什麼 那除了恐嚇的意思以外 我覺得還有一個狀況 他是要促使中共的內鬥 他也不只是說 我要給他難看而已 你想想看 老共那麼神經兮兮的國家 有一個人發生點什麼脂毛蒜皮的大事 所有北京的天橋通路都封了 所有廁所都要站崗了 我想想看 想幹倒書 對 你想想看 我今天軍委出了那麼大一個事情 習近平不要給我軍委裡面徹底查一遍 全部大清洗 每一個都給他教去問話 忠誠考而一遍 那這樣子會造成多少人 心裡面更不舒服了 所以習近平更風聲鶴唳了 對 他現在其實老美 老美做這件事情 他其實 因為我情報這麼有珍貴價值的情報 他絕對不會只是拿來恐嚇你而已 他還有一個附帶效果 他就會讓你 中共實際上面 我習近平一查下去 有壓迫的地方 我就有反抗 對 那就會讓老共 他可能內部軍心更不穩 因為現在習近平最重要的就是火箭軍 他現在威嚇台灣 威嚇美國的也是火箭軍 可是這個東西一丟出來以後 火箭軍人人自圍 你火箭軍人人自圍怎麼打仗 對 那我現在 他就會變成跟普丁一樣 普丁現在最大的矛盾 也是出來這裡 我依法 我有權利 下令 火箭軍或飛彈部隊 丟核彈 發射飛彈 問題是 下面的軍官會愛你嗎 對不對 會不會照命令執行 他丟出去以後是我們家人全部都完蛋 我真的要聽你的嗎 習近平敢這麼嗆聲 他是確保了火箭軍的忠誠無語 對 可是現在當這個東西丟出來 他在大清洗下去 火箭軍會不會動搖 動搖的時候他敢丟核彈嗎 他核威懾會有效嗎 其實是很大的問號 那美國會做這麼大的動作 他背後還有一個動機 我建議大家不要忽略 一直在講不要忽略布林肯 你看布林肯一個禮拜中間 就從也不只一個禮拜了 大概十天中間從中共二十大以來 他這個已經第三次還是第四次在警告 說老共不對勁喔 他這個是要打台灣的囉 他是要破壞現狀 他一直在講這件事情 他已經講了最少第三次了 大家不要忽略一件事情 在俄烏戰爭之前一兩個月 布林肯或是他的國安孤立 朱利文也一直警告 也一直警告 布林發出外交警告 只不過有人信有人不信而已 所以他們一定是掌握了某一種情報 老共二十大開完了以後 他的意志貫徹了 就表示他有可能在台海上面製造危險 所以他現在拼命講這話 就一直在畫紅線 那我告訴你喔 那我會處理你的喔 你不要以為你火軍營很厲害 我告訴你你火軍營在家裡面 還沒出門你就拜拜囉 他是在做 他是這兩件事情 政治上的需要 國安上的需要 跟他的那個軍事上的手段 他現在是結合在一起處理的 所以聽會 這件事情這麼複雜 而且剛剛講的 原來布林肯不是講一次 布林肯已經講過 他說已經向北京清楚的表達 國際社會的立場 符合每一個人的利益 大家都不希望台灣發生任何形式的危機 所以兩岸的期間必須以和平手段 台海必須維持和平 然後我們剛剛就講了 美國來到一個轉捩點 冷戰已經結束 可是重點在這裡 重點是美中對世界的未來 是有不同的願景 中國要建構一個 非自由主義的世界秩序 對 那你現在中美之間要對抗了 中美之間已經聊了一起來 要劃威呢 結果怎麼辦 你現在習近平怎麼辦 習近平你要做一件事情 要兼蔽親爺 你身邊的人不能有貴美派 我身邊的人不能有走資派 所以你看到這六個常委 你仔細看這六個常委 唯一一個王滬寧可能到美國有訪問過 那是以前美國在做統戰工作的 其他的五個常委完全沒有美國經驗 為什麼你以前王岐山還有跟高盛集團 還有跟華爾街 這個這邊那邊的人 大概基本上有來往 然後後來的這些像李克強 他們是主義自由派的經濟學者 這些都還跟美國之間有 那個沒來延續的 習近平講什麼話 習近平在裡面說不能有貴美派 所以他現在六個常委當中 唯一那王滬寧呢 王滬寧不要說什麼 他一到中央之後 全部跟學生斷了線 在复旦大學教了書 還是什麼呢 全部都斷了線 聯絡不上他 所以什麼意思呢 我現在要的就是你全部對我忠誠 所以最好的方式是什麼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習近平沒有安全感到 他不相信任何跟美國 有一點點關係的人 他是自滅楚歌 那你有關係的話 你不就是把情報洩漏給美國嗎 美國一清二楚啊 知道你在搞什麼鬼啊 早上幾點起來 這個刷牙洗臉 下午哪時候上廁所都一清二楚 所以這個對他來講的話 只要把不管他是常委也好 或是軍委會裡面的人也好 現在必須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肩閉親眼 就是跟美國之間的關係 全部切斷 這才是他現在要做的事情啊 否則來講的話 如果真的要對抗下去的話 結果四面旁邊人就拔槍出來 要政變 或是要怎麼樣之類的 那對他來講生命安全 就會受到影響啊 所以他一直強調安全的意義 不是單止這個概念而已 不是國家安全 不是國家安全 因為他知道說老美要搞他的話 一定有很多管道很多的方法 而且如果老美可以把火箭軍 每個位置弄出來 代表我火箭軍是你最重要的部隊 你的保密房地一定做最徹底 我火箭就可以滲透 中南海可不可以滲透 中南海可以滲透 你的中央警衛團可不可以滲透 就是中央警衛隊的問題 你知道為什麼張佑霞 為什麼張佑霞會留下來 張佑霞是在2015年的時候 就是中央警衛局的局長 曹和叛變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 另外一個人曹青叛變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副局長也叛變 所以那時候什麼 栗戰樹進去之後 解除他們兩個的職務 張佑霞把他們兩個押到秦城監獄去 所以張佑霞現在才會被留下來的原因 因為對習近平是忠誠的 陳經營他們周遊開 這些基本上都串聯過 他們想要發動政變 但是後來失敗 所以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你現在習近平來講的話 他自己來講的話 個人安全都受到一些影響 所以美國如果要幹嘛 要斬首 美國要做什麼事情 其實對美國來講 輕而易舉的事情 但是美國現在就警告你 我所有的東西 我一清二楚 全部都在掌握之下 所以你現在也不能輕舉妄動 如果你可以輕舉妄動的話 那我現在把所有的組織系統都動起來 你知道當年劉連昆事件的時候 江澤民在軍委會的時候講什麼話 講什麼話 在現場 還有誰拿台灣的錢的 趕快給我出來 現在給我自首 至少判罪判的比較輕一點 不然現在劉連昆就是死刑 所以現在當時來講的話 其實軍委會裡面 早就已經被滲透了差不多了 所以後來這個軍委會 後來不太敢碰台灣事務 是喔 對 因為他後來就交給台辦 交給其他系統統 統戰部 國安部做 所以台灣也有能力滲透 所以軍委會來講的話 他們就不敢去做這件事情 但是現在回來了 現在有可能說軍委會來掌控台灣的事務 但是問題是 他們必須要跟美國隔離開來 不跟美國這個相互來往 記不記得裴洛西來的時候 結果呢 這個中國自己做什麼事情 當然是董事長有講到啊 各個階層的包含戰區對戰區 並且印太司令 跟東部戰區的這個 這個之間的這個溝通管道 全部切斷 所以為什麼說包含他的熱線 還有包含他的中美之間的軍事 和聯絡機制 這怕洩密 全部切斷 所以習近平為什麼要用一個李尚服 被美國制裁的對象 然後去擔任國防部長 因為你這樣被制裁的對象來講的話 根本就不可能跟美國接觸 所以你根本不可能跟美國的國防部長 眉來眼去 所以他不是什麼習家軍一統江湖 他是怕洩密 所以說所有的人全部綁在中國最好 然後留在中國最好 全部都不要出去交流 這個情況之下 跟西班國家全部切斷的關係 那西班國家也會猜啊 所以到底在搞什麼鬼 或是什麼樣 然後這就可以分清楚說 到底敵國是誰 敵國是誰的時候 他在內部就可以整出一些情治人員 或是一些親美派的一些人員 所以他要先必須內部維穩之後 才有辦法去對付美國的 所以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 攘外必須先安內 對 攘外必須安內 所以看到布林可在講話的時候 其實在警告中國一件事情 說我盯著你看 然後再配合這個航空大學 它裡面所講的這樣的一個報告出來之後 就告訴你 其實比如說 你美國都是在掌控的 所有的中國的所有情報 所以中國千萬不能輕舉妄動 對的 昨天媒體報導說 美國的海軍都會號的驅逐線 接近我們的太平島 接近我們太平島的時候 解放軍的驅逐線 也在這個地方 雙方在這邊對視 緊張到什麼程度 連我們的海洋委員會的主委 就是管閉人家 在這邊很緊張 我們真的看得到杜威浩 但是他特別強調 沒有進到十二海里 但即使沒有進到十二海里 那個對整個太平島上面來講 也是很大壓力 對 沒錯 因為我去過太平島跟東沙島 那麼太平島過去其實常常被包圍 你知道嗎 常常被包圍 不是老共就是越南的那個漁船 那麼把那裡包圍 那因為我們那時候 海龍蛙兵在那個地方 海軍陸戰隊 我那時候去的時候海軍陸戰隊 所以一旦遇到有什麼狀況的話 那個海龍蛙兵立刻小艇 架著武林技強就出去了 對 出去驅趕了 甚至把他們抓回來等等 所以那時候 怎麼敢去驅趕 常常為了捕魚 或者是說他們直接把砰 就弄到炸魚啦 然後在附近炸魚的問題 常常把這些人驅逐或抓回來 那這一次呢 非同小可 為什麼呢 因為呢 海洋委員會的這個委員長 這個管碧琳說 並沒有入侵到我們十二海里 事實上也沒有到 六公里的限制海域裡面啦 但問題是 因為這次是美國飛彈驅逐艦的杜威號 他跟老共的驅逐艦 在我們的太平島外面對峙 你知道嗎 而且是我們的太平島 用肉眼可以看到 對 肉眼 因為那個地方 那個天氣非常好 事實上附近很多沙洲 蹲前沙洲哪裡都看得到 然後可能問題就來了 那這次杜威號去到哪裡 有去菲律賓的 然後有去越南的 最後第三站來到太平島 很少到太平島 我們雖然是友軍 但講坦白的 很少到太平島來 他到太平島來 最大的可能是什麼 我們太平島有個機場 西亞山 有個等於說 那個相關的港口 可以讓那個大型 現在大概是幾千公噸的 那個相關的軍艦 可以停泊 我們現在講 以前是海巡署的 這個巡邏艦可以去 現在說我們海軍的艦隊 也可以過去了 對 因為我們把它挖深挖大 所以那個港口可以讓這個 幾千公噸的船直接可以停靠 那我問你杜威號來這個地方 就有意思了 他可以這邊停靠嗎 他能 我問你既然幾千公噸的船 海巡署的四五千公噸的船 都可以停靠 那為什麼杜威號不能停靠呢 也可以停 當然可以停嘛 所以他來是幹嘛 而且我們剛才講的 我們太平島在旁邊的港口旁邊 還做了油彈庫 你要補充油彈都可以 對 沒有錯 你不要忘記了 那麼包括紅紫紋火箭彈 包括一些火箭彈反裝甲的 這個部署在太平島 赤針飛彈也有相關的部署 在太平島的附近嘛 可是問題是來了 那美軍來一定有他的軍事戰略上的意義嘛 老公也來了 老公也來 跟你老公什麼事 太平島不是你的 太平島是我的 可是問題是 老公就要宣誓說太平島也是他的啦 意思有這層深深深的戰略意義在裡面 所以老公也來了 老公的軍艦也來了 不是只有中國跟這個等於美國的 那個軍艦來而已喔 這次連老公的民兵船也來了 為什麼知道是民兵船 表面看起來很像民船 漁船嘛 對 它的甲板上全部都沒有漁具 全部都沒有漁具 沒有漁具我問你 那你這些船來幹什麼 因為之前 以前常常是為了捕魚的糾紛 所以把你的太平島給包住嘛 把包圍住嘛 因為太平島每個段時間必須運捕 所以他用這種方式來騷擾嘛 那這一次顯然 那麼老公有他這個戰略上的一個意義嘛 所以這也是告訴我們 不過從好處想 太平島現在的這個雷達 也加大加廣了嘛 然後現在碼頭也升軍了嘛 現在連美國軍艦要出現到12海里以外 所以對台灣來講 那麼也是我們跟美國進步合作的可能的一個點嘛 我問你 如果到時候如果萬一真的南海有什麼事情 除了巴拉旺島之外呢 太平島也是美軍可以使用的一個基地嘛 那老公當然知道啊 所以老公要破壞你跟美國這個可能性 為什麼 寶傑你知道上個禮拜發生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又發生什麼事了 什麼事 山東號不是 從這個南方菲律賓 然後出去嘛 出來嘛 對 去把他宰一下 那到離我們大概六七百公里的地方在演訓嘛 他們山東號的旁邊 兩艘洞52D 然後呢 兩艘洞54飛彈驅逐艦 飛彈復衛艦 還有他的這個大奶媽 就是他的相關的補給艦嘛 結果 美國有兩艘航空母艦 一個在他的北邊 一個在他的南邊啊 一個在他的北邊 一個在他南邊 老公趕快緊急調派六艘的軍艦 趕來馳援啦 為什麼 輸人沒輸丁啦 輸的輸丁了 太誇張了啦 你的這個山東號的航空母艦隊呢 來到這個地方就有人上下夾擊 單單軍艦加起來十幾艘 所以後來他們趕快派過來 最後最後你知道總共來了多少艘嗎 多少艘 總共出了山東號 所以來了十五艘 你知道嗎 來了十五艘 然後呢 包括這艦載機的直升機 趕快在這個地方盡眼淚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美國當然知道 山東號 遼寧號 過去的軌跡 都在想辦法在台灣的東邊跟北邊 要阻絕美國跟日本的相關的飛機 跟相關的航母艦隊呢 可能來協助來拯救 援助台灣嘛 所以美國這一次直接兩個一壓 他 老共 比較起來 行單引資 最後只好趕快 吊派大量的機艦全來協助啊 好 董事長 雖然在整個南海裡面 最大島嶼太平島是台灣的 可是我們都覺得西線無塞 是跟台灣沒有關係 可是我們現在 董事長我們看到 太平島這個跑道我們是加長了 而且也加寬了 現在這個太平島加長加寬之後 我們不但是可以停西藥戰鬥 我們現在F16也可以停 我們現在P13C也可以停 我們比如說現在台灣屏東基地的戰鬥機 或者所有的機隊都可以在太平島上起降 不只是說你剛剛那樣的 跑道已經加長加寬 更重要的是導播看 這個港口 現在這個防波地已經弄出來了 這個防波地弄出來了之後 這邊導播看 這個是我們海巡署的船隻 就這個小小的 這個是海巡署的船隻 未來我們海軍 現在講 海軍的船隻未來也可以過來 沒有想到我們的港口挖身做好了 這個跑道做好了 美軍來了 中共也來了 不 現在要先談這個 美中在南海的軍事鬥爭當中 可能的這個方法是什麼 現在要談這個問題 第一個 這兩個大國都有空中加油的能力 都有遠程攻擊能力 對不對 所以因此平常先講 所有的島礁的建設 它建設很簡單 你看中共島礁全部建設好了 對 它用全世界花了幾十億的 大概是人民幣或美金不知道做島礁 結果現在目前島礁是什麼情況 它們上面也放了 也佈置了 有雷達 相當的有雷達 有火炮 有火炮 甚至於不排除有短程的飛彈 對不對 結果怎樣呢 就海水的鹽分的侵蝕 讓整個的島礁的維繫 保養非常非常困難 所以它根本就沒有作戰能力 那只是一個宣示的效果 這是原來的解放軍對南海的思維 就是所謂的劉華卿當時的 南水海軍的第一個概念 就是在南海裡面表現出來 這個概念是落伍的東西 這是密集工程 這東西很難沒有辦法 不可能就是不可能防守 毫無防守能力 而且攻擊也沒有戰略攻擊的意義 只有一個意義 政治目的 政治目的它可以去呼嚨 鄰近的這些東南亞跟鄰近的周邊 所謂的雨類國家 在這個範圍的國家 它可以恐嚇它們 說這個是我的領土 因為有這個島礁以後 有這個領土以後 就可以適用海洋法的規則 所以它有12海里或多少的 所謂的這種200海里的 這些相關的法律規定 好 你現在台灣政府 為了配合美國政府 去把它這個所謂的 跑到家常 然後馬頭加深 好處就是說 我們自己可以去供應一些 我們自己的需要 山洞可以停嘛 然後你加深做怎樣呢 你能夠變成潛艦港口嗎 潛艦碼頭嗎 不可能啊 對不對 所以因此這整個都是 政治的意義 大於實際的軍事的意義 歡迎各位觀眾朋友 美國三大接種黨的員工 他們從9月15號 開始進行串聯大罷工 而這個大罷工 當時就覺得對美國來講 是一個重大的傷害 因為美國現在要跟中國爭霸 我當然在半導體 我可以用技術的優勢 我來壓制你 可是最關鍵的是汽車產業 汽車產業在拜登上來以後 用盡各種方法 給汽車業各種的優惠 可是沒有想到 這個大罷工 你會跟中國整個汽車產業 越拉越遠 而且現在初步的評估 對美國經濟的傷害 從1500億起跳 現在有人上看到了 3000億的傷害這麼大 而且看到雙方 完全沒有任何折衷的空間 現在連美國兩個最有可能的 總統候選人拜登跟川普 都要介入到這樣一個 這個說整個的罷工的行列裡面 而且有趣的是 過去在罷工的時候 我們看到了美國很多的媒體 其實都站在工人這個地方 站在罷工者的這方 可是沒有想到 現在有人講了 很多人都提醒 美國的工人 你們已經沒有那麼優秀了 你們已經沒有那麼樣的 有優勢地位了 你們應該看看這個世界 你們應該跟別人好好的學習 我們在進一步了解 美國人現在工人的素質 品質經驗的程度 你等於是跟其他國家 差別非常大 也難怪現在的美國製造業 不管你在汽車產業 你在飛機製造業上面 你跟一般世界的水平 越拉越遠 好 這一段裡面 這個戰略專家林廷輝 也加入我們的討論 廷輝你好 大家好 所以我剛剛講到 已經進行了半個月的 美國三大汽車廠的 這個所謂的大罷工 現在越來越激烈了 而且看不到 任何緩衝的空間 但是剛剛講 美國已經很多人警告了 你們不是最棒的 你也不是全世界最好的 你們看一看 別人怎麼做的 沒錯 這個半個月以來的 這個美國的大罷工 由這個汽車通業工會發動了 現在已經這樣 美國人 原本很多人是站在你勞工這一邊 但是問題是 現在慢慢慢慢的 正反意見都出來了 真的很多反對的意見都出現 他們就覺得說 你勞工爭取權利沒有錯 但是你會不會要求太多 我怎麼這樣講 至少在最近一段時間 美國比較認為說 站在公司這一邊 他們就PO出非常多影片 非常多資料 這2009年到2022年的 製造業生產的年增率 簡單來說就是 我跟勞工 我每年能夠增加生產率多少 台灣是最多 台灣是約莫是4% 就是說我勞工每年的生產率 是年增4%左右的數字 所以我們製造業的生產率 增長是這麼厲害 對 好 那緊接他英國 德國 韓國 法國 義大利 美國在這個地方 美國才只有0.2 這麼爛 對啊 但是問題是 你0.2你要求什麼 我要求公司高層薪資增加多少 我就要增加多少 所以美國 台灣製造業生產率 我們是4% 美國只有0.2% 難怪我們台積電跑到美國 水土不符 但是你要求很多 但問題是 大家都知道說 不能夠這個樣子 好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 這個曾經跟歐巴馬合作 有跟工會談判過的 一個先生 他就直接投書 他說不操練就掌握不了技能 所有人都是這樣 他說美國工人要承認他們的工人 還不能夠升任這些工作 也就是說美國目前的工人是生產力低落 但是他還要求這麼多 而且他們在操練上面來說 的確很多國外廠商區域這個投資 都遇到水土不符的狀況 我們看到台積電就是這樣 台積電就遇到美國工人 目前為止來說 就是沒辦法符合台積電的 這個需要的一個狀況 所以美國的工會要承認 他們的工人不能升任 他們不操練掌握不了技術 而且他們要被告知 他們不是最棒的 所以還是有人要提醒美國相關的工人說 你不要這樣亂下去 可是美國工人真的這麼糟嗎 保證 我跟你講糟到什麼程度 糟到什麼程度 原本比亞迪他們就說 我們可能考慮得到美國來投資 因為最近美國不是有這個抗通膨法案嗎 比亞迪也想進入美國市場 所以他要來投資 但他就罷工嚇跑了所有人 那給美國的汽車產業帶來的損害 他說因為我們看過美國很多地方 那我們也去過很多墨西哥的這個許多州 他們州長都歡迎我們 他們真心歡迎我們到那邊去投資 所以他們現在可能考慮了 要到這個菲律賓去到墨西哥去投資 但是他說其實在美國市場 營運成本過高 然後考慮到稅收抵減 他們已經到墨西哥去建立 也就是因為罷工還有稅收 他們已經不要到這個美國去設廠 所以美國不是一直要求這個 製造業回來嗎 回不來 另外一個還有什麼 寧德時代原本要跟福特合作 做一個35億的這個電磁廠 後來人家想一想 這個罷工還有諸多因素之外 我就不要做了 所以這樣嚇跑了很多廠商原本要到你美國來設廠 他現在都完全離開 這是豐田 豐田原本有考慮說我到美國設廠 但後來他想一想 那這樣好了 我不要到美國設廠 我到墨西哥去 所以這樣無意情中 排擠了很多製造業 到美國生產的這個狀況 好那現在大家初步估計說現在美國這個大罷工 從1500億起跳 一張會上看到3000億 是的 真的衝擊會這麼大嗎 而且我覺得很妙的是 他們一口氣說 我要加薪46% 而且我是沒有工作4天 拿5天的錢 對 事實上這次美國的這個罷工來說的話 是這個汽車工會同時針對 這個比特利的三大車廠 那三大車廠來說的話 在美國市占率是40% 而且他叫什麼 他是不是叫所有人罷工 他叫這個零件配送中心的工人罷工 也就是說零件配送到不了 所以他們罷工的時候 你其他人也跟著罷工 因為我資料 我這個零件到不了的時候 你也比沒有零件組裝 所以組裝完之後 他們這些也被迫要跟著這個 一起來參加這個大罷工 所以整個影響非常大 整個汽車產業鏈 除了這個一手車 二手車搞不好都會受到影響 所以現在整個狀況你看 包括說像車廠勞工消費者 整個經銷商都會受到影響 所以成員消這個罷工十天 美國已經損失五十億 折二新來幣是一千五百億 而且這個數字還在擴大 而且目前為止沒有辦法落幕 你為什麼目前為止來說 總罷工人數已經來到1.83萬了 而且越級越多 如果拜登又去了 站到我們這邊 那川普也說我要去 但是我是站在工人這邊 這樣下去的時候 搞不好越來越多人響應啊 所以說這件事情 已經影響到美國總統大選了 現在美國總統大選兩個關鍵的人物 川普跟拜登 都要進來了 對 那川普是 拜登是站在這個工會這邊 那川普就說我站在工人這邊 所以他們還是會這樣 那他們到底吵什麼呢 他們就這樣吵了 他們就說 這個底特利三大車廠的 這個執行長的薪資 在去年四年 過去四年漲了百分之四十 那他們漲百分之四十 那我們也要漲百分之四十 所以這個條件出來 你說CEO 你的加薪加百分之四十 我的工人也要加百分之四十 那真的太誇張了 這個公司當然是 我覺得合理啊 那應該把CEO的吸水降下來啊 但是問題是你這樣提上去的時候 當然汽車沒辦法 汽車廠沒辦法接受嘛 因為他說我們從2019來來 這個老闆漲百分之四十 我們才百分之六 所以我們就說我們要求加薪 那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有雙方有談判過啦 這個史蒂蘭提斯他有提過說 我們增加二十一趴 但是增加二十一趴不行 所以我們要繼續罷工 那他們就這樣 他們就 他們還說 他們早就是這個執行長 都是百萬富翁啊 那工會就說 我們只是追譜公正 然後公平經濟共享勞工努力的 塑果這樣一個狀況 而且他不是只有這樣 他說這樣 我們要求每天工作四天 就是說四天的時間 美國目前大概是五天 他說四天 工時三十二個小時 但是要求爭取四十個小時 我工作三十二個小時 但是國會也十拿四十個小時 拿四十個小時工資 然後因為2009年之後 因為當時不是汽車產業很慘嗎 他們就把這個 很多的收 很多的這個福利都砍掉 他說要求恢復什麼 養老金 還要退休醫療保險這個制度 要給我恢復 那恢復來說 臨時工九十天之後 轉為正職 然後取消工作八年了 才有資格獲得這個 老員工相同的報酬的 分層薪資的這個結構 所以等於是他講了非常多 那就講了這麼多 你知道 這到底對三大車廠營運差多少 他說如果我們都答應的話 我們一年要 每年要增加四百五十億到八百億美金 寶傑 三大車廠的話去年還賺不到一百億 就他們一年要多增加四百億 那我好幾次 那這些工人的薪水好嗎 當然這些工人的薪水其實不差 你可以講 他們平均的年薪大概是三百八十六萬 台幣 汽車平均年薪三百八十六萬 你看他們薪水其實已經算是高了 但是問題是 你看他們在這個罷工的時候 其實一開始也是懶懶散散 就好像沒有當成 就不但工作 可能效率低 連在罷工的時候 效率可能都不是很好的一個狀況 現在美國就談到一個在二零一九年歐巴馬 支出了一個紀錄片叫美國工廠 美國工廠當然 他雖然是罵那個曹德旺說 你就不組工會 可是裡面有透露多很多美國工人一個態度 他講說美國的工人來幹嘛 就是玩填字遊戲 看看同事帶來的錄像帶跟看看報紙 然後就坐著 然後一天就領工資了 那我看這個畫面 他們也比較 這是中國工人 這是美國工人 中國工人身材苗條 姿勢優美 笑容滿面 但是 美國工人體態臃臭腫 萎靡不振 對 沒錯 事實上在這個影片裡面來說的話 其實有一些看點 這個看點就是對比了中國跟美國工人 在同一個工廠裡面 他們做事的這個態度 他們在影片裡面你可以看到說 大部分的中國工人 他們都是相當的有紀律 而且你看 因為他們可能就是平常吃的比較沒有那麼好 吃的皮片比較瘦 但美國工人就是比較臃腫的一個狀況 然後他們手腳都是比較慢的一個狀況 那中國主管說他們手腳比較慢 他們手指頭比較粗 就是要一直膠一直膠一直膠的一個狀況 所以裡面在裡面 中國的主管跟曹德旺講 動作比較慢 手指頭比較粗一點 要一直膠一直膠 對 那我們知道 事實上玻璃這個產業來說 它其實也是24小時開爐 所以它其實開爐之後 你要把它盛行 那盛行的這個過程裡面 他說中國的這個動作 動作非常流暢 因為玻璃一塊一塊出來的時候 你要趕快把它歸位的這個情形 所以他們的動作都是相當的 好 那這個畫面就等於說 當時美國工人 曹德旺買了這些玻璃廠 他們這些就阻了美國工人 到現場參觀 你看有沒有 他們看到中國人的動作 你看有沒有 這麼流暢的把玻璃運送過去 然後我們看到 這麼流暢的去收 等於說去處理這個整個流程 對 你看有沒有 瞠目結舌 對 那就是剛才我們看到 是中國工人的這個做法 他們就是一直這樣 你看我們剛才看到 中國工人是非常流暢的 一塊一塊玻璃送過去 美國工人弄了兩下 就完全破掉 好不容易製造出來 然後整個美國工人 都是相當相當的緩慢 你看 這個工作也是一樣 他要搬這個玻璃 但是這個如果在中國的工作 裡面來說是 他這個工作是只有 二分之一個人就可以做 他這個工作是 他這個工作其實 原本是應該是一個人做 他有兩個人在做他這一分的工作 所以就是這樣一個狀況 所以等於是美國人的 就這樣這個工作 就是這樣慢慢的緩慢 而且美國人 所以剛剛在搬玻璃的時候 那本來美國人是兩個人搬一個玻璃 曹德旺進來了以後 就說你一個人搬 他就非常委屈 可是曹德旺講 他們覺得說 我在中國就這個樣子 對啊 事實上就是這樣 那這是什麼 這畫面是美國人上班 因為非常不爽 然後這裡面受氣的時候 他就出來 他開著這個敞篷 這個敞篷擦車 然後在外面對垃圾桶在那邊發洩 就是他是員工在那邊發洩的這個畫面 所以你看 這就是美國工人 不過你就破了 對 美國工人就是 好不容易做出來之後 馬上就弄破了一個狀況 所以你看 連這個老闆都覺得說 你們怎麼工作效率這麼差 這就是這個生氣的時候 他在那邊開車 在那邊自己發洩的這個狀況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是 你的生產效率根本就是不夠高 因為為什麼 因為美國的工人 他們目前為止的增長率 就是相對比全球還要低 那你的這個生產率不夠高 你又要求那麼高薪的時候 那長遠下來 我們剛才就講了 三大車廠要每年多增加 四百五十億到八百億的薪資 他們一年才賺一百多億 你真的就是要了他們的命 這種殺機驅軟 或許對美國的產業來說 不是一個長遠好的一個發展方向 我們台積電不是去亞利桑那嗎 我們吃足了苦頭 剛剛講的 本來我們覺得很快做好了 大家要增加半年 增加半年 那個成本很大 而且半年能解決嗎 看起來半年還不能解決 那個對我的資金 對我的技術 對我的客戶 都造成重大的一個傷害 就現在剛剛講的 現在有人講 你要告訴美國公會 你們沒有那麼優秀 連亞利桑那的一個地方報都說 你不要讓我們錯過 我們最好的時刻了 對 因為整個媒體重點 就在於說 這個開發案 投資案 它不是一個企業單純的擴建案 它攸關的是台灣 是美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 經濟的一個成長 所以它是有priority的 然後這個報紙裡面 其實也有講到一些東西 講到什麼東西呢 你美國人這樣好像覺得 自己的工人訓練有數 是非常用技術性的工人 但事實上以台積電的角度來講 不好意思 你知道美國人 訓練不足 這拍音的 他們承認他們訓練不足 對 而且這拍音之外 還有一個重點是 很多的美國的相關的法規限制 譬如說你八小時 你不能超過八小時 然後你日夜 怎麼樣輪班的相關限制 它對於台積電在一個發展上來講 都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關卡 卡住了卡住的 所以以台灣來講 我們都知道台灣的台積電 光是工程師這個部分 如果半夜發生什麼事情 你是隨時uncode的 所以是賣乾的 而且每個台積電的工程師 都以我有機會為我的公司 貢獻我新鮮的乾為榮 在美國是不能這樣子 而且不要說光是賣乾 你很說技術上的東西 你一個美國是這樣 一個蘿蔔一個坑 你今天沒有辦法跨部門進行 相關一個配合 然後這對於台積電來講 這個東西是沒有辦法理解的 還有一個最重要一件事情 他們說台積電這個部分 他們在招聘的工作上是 outsourcing的 是對外是把這個招募工人 這個部分是外包的 但是這個外包人在當地上 光是開出台積電所需要要求 包括你有幾年相關的經驗 你必須要怎麼樣配合 這個部分光是可以符合資格的人 就非常少 所以他會造成說 台積電在聘僱人的這件事情上 人力呈現一個很大的不足 而這個不足不僅是說 你自己本身沒有這麼多 足夠訓練有數的員工 還有就是說你相關的法令 卡住 讓台積電整個擴產計畫 受到了一個阻礙 好 那剛剛講的是 連林本堅都講 現在台積電的機台 不是說你張三理事 不是一個隨便的工人 就可以做到的 而且你工會弄來的人 根本不夠qualify 原來我們弄機台 不是隨便的工人 他用判讀數據 而且這個判讀數據 他自己要去判讀 哪個數據是符合的app 不然這個機台是裝不好的 對 所以現在情況來了 因為最主要就是說 台積電應該是說 美國在過去這段時間以來 幾乎在半導體 尤其在製造這個部分 是呈現一個非常大的缺口 所以他本來就沒有足夠 人力來進行這件事情 現在本來是希望從台灣 聘僱台灣的台積電工程師 到美國這邊進行相關的訓練 再把美國的工程師 一把一的一個帶起來 看他們能不能補足這個缺口 結果沒有想到 我們台灣台積電員工 過去四百人 馬上被他們公會當地說 不行不行 你怎麼可以從外國 找來這麼多工程師 不行不行 你要優先從我們本地這邊用緊 可是本地在過去 你就沒有這樣的人才 就是沒人 你就是沒有這樣的人才 你就沒有這樣的訓練 那你又不讓我從台灣 把台灣的工程師弄到這邊 當成你的師父 一把一的來教你 那在這樣子 這個缺口怎麼樣能補足呢 所以這就呈現一個 非常重要一個落差的問題 好那另外就是在美國勞工問題裡面 我沒有想到 他們現在有個問題 同工 成年勞工我搞不定 我搞定什麼 我搞定同工 他們居然有這麼多小孩子 這真的很可怕 這是七月二十七號 他們美國的勞動部發現你知道嗎 他們去視察相關的 竟然這小孩子九歲十歲 他竟然在生產線上 他在幹嘛 他就是把知名連鎖店 銷售品牌的一個乳液 然後跟他的護膚類產品 放在罐子裡面 結果就馬上就被人家這樣逮到 而且類似的情況不是罕見 不是說這一家特別黑心 是真的是各州都有看到 他們光是今年七月二十七號 公佈的調查裡面 就發現過去十個月裡面 在勞那個聯邦的監管機關 已經有四千五百名的兒童 童工違反相關的法律 而這個數字竟然是比前一年 多增加了四十四趴 所以這個真的是 讓人家覺得看得非常誇張 養豬場也有 不僅養豬場都有 我跟你講現在還有什麼 一些麥當勞 竟然連麥當勞裡面 就有三家公司 雇佣了三百零五名的兒童 而且其中包含兩名 只有十歲 這個 對啊 十歲 得來術開門的 這個幫你點餐的是同工 同工十歲 而且你知道嗎 他不僅說違法 不可以聘僱十歲以下 最重要的件事情 他竟然是工作到凌晨兩點 還有什麼農場 農場最多 為什麼 因為有很多移工 比如說中南美洲的來 他們就跟家人一起在那邊 結果他就開始弄馬鈴薯 弄菜弄什麼的 結果還有很多是畜牧 他們很多人竟然在這個 工作的過程裡面 受到蛇這些 被一些受到傷害 所以這種類似的情況 非常多 他現在講 你知道即使有一些州 他可以開放農工 比如說寒暑假十四歲十五歲 可以讓你勉強做 但是他有一些相關規定 什麼規定 早上六點半以前 不可以工作 晚上十一點之後 不可以工作 一週只能工作三十小時 結果現在竟然有一些州 開始要合法的把這些 恐龍 恐龍所全部都鬆綁 包括恩亥二州 也是要十四歲以下 可以合法工作 所以你就想到說 美國這個同工相關的問題 怎麼越來越嚴重 更誇張的是 他們現在還發現到一個 我這個人覺得很可怕的 就是去年二零二二二年的八月 美國你看他這個畫面 你知道這小孩子在幹嘛嗎 他只有大概也不到十歲 他竟然去進行一個化學品 噴灑跟消毒的工作 這個你知道他們都是有腐蝕性的 像這些東西 如果你沒有帶那個相關面具的話 事實上他會腐蝕你廢的 這個太誇張 這美國耶 美國 而且他們現在就跟你講 他說他們本來去年八月 進行相關的調查的時候 只有三十一名 就是十三歲到十七歲的 發現在三個州 發現有這個問題 就今年二月調查 天啊 竟然倍增有一百零二名 十三歲到十七歲的同工 然後在八個州 都進行這樣子 危險性的一個工作 好 董事長 之前你就講的 拜登上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是 我要發展電動車 他第一個要求是 我所有的公務機關 我要全部改善電動車 而且我要大筆的資金 我要幹嘛 我要去改善我的電動裝 可是當我在拼命 要搞我的汽車產業的時候 這些大罷工 大罷工之後 一罷工 你就要給我增加百分之四十的薪稅 不但增加百分之四的薪稅 我一個禮拜工作四天 我要拿五天的一個薪稅 甚至我過去所有的保障 什麼退休年紀 什麼健保 我全部都有 這個大家講說 連美國都講 你們的 他說我們一定要跟美國的工會講 你們不是最棒的 你們要保持謙虛 要吸收其他地方所有的知識跟技能 你們才有辦法變成最棒的 而且美國的工會要承認 你們的工人不能升任這項工作 這個升任工作就是台積電 你們不操練 你們就掌握不了技能 所有人都是這樣的 對但你要不要 你要我們要回頭看這個事情什麼時候發生的 當美國失去這個所謂的工生產競爭力的 那一天已經是有將近四十年 四十年時間 四十年 改革開放 中共的改革開放 到它進入WTO開始 這個整個全世界的這個這個整個供應鏈跟生產程序做個非常大的反轉 中國已經變成了世界工廠 對不對 那這個世界工廠什麼時候被大家警覺到說 不能夠依賴中國的這個生產能力 什麼時候警覺 是新冠肺炎之後才發生的事情 那在新冠肺炎之前是誰先發現的 誰先發現 川普2017年跑去訪問中國到北京訪問之後 在飛機上在空機一號上面召集幕僚開會 問他們的感覺怎麼樣 他們感覺的結果說這個國家太可怕了 回去之後2017年底2018年就開始發動關稅戰爭 對不對 2018到現在為止請問你才幾年時間 才五年時間而已 五年時間能改變一個國家的文化嗎 不能 不可能的事情 普里曼在世界視頻裡面講過一個非常有趣的例子 他說華盛頓的一個地鐵站的一個電伏梯 壞掉了大概好幾年四年的時間 這四年一個電伏梯 所以華盛頓的一個地鐵站 中國在同樣的時間裡面蓋好了一個國際機場 這個就是說當然是兩個來比較了 這到底什麼問題發生了 我覺得張中謀講的一句話 他的接受訪問講一個很有道理的事情 因為美國的40年在幹什麼事情 中國在幹什麼事情你就知道了 張中謀擔任這個TI的高級主管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高級主管跟一般的工作員的薪資倍數 是40倍 現在是多少倍 現在是400倍 為什麼變成這個樣子 就是美國在40年的整個下來之後 他整個風潮變成華爾街導向嗎 因為華爾街導向之後的結果 全美國的精英在玩什麼 在玩money game 在玩金錢遊戲 誰要去跟你搞生產 生產太慢了 他要搞什麼 劉寶傑非常棒的一個CEO 你一來這些財團 搞上市搞投資 馬上搞上市搞投資 開始增資 一搞股票一潮 30倍50倍100倍 當然你拿400倍的薪水沒有問題 但是生產工人什麼 工人沒有用嘛 所以變成倍數就出現了 難怪剛剛講的 台灣2009到2022 我每年 我的製造業生產率的增長是4% 美國只有0.2 他放棄了製造業生產 所以我剛剛講到 這幾十年當中 大量的依賴中共 中國的生產生產事業 然後供應 全面性的供應 他們的生活必需品跟各種機械設備 一大堆全部在裡面 包括汽車零組件對不對 所以這個國家 早就喪失了所謂的 manufacturing的競爭力了嘛 他已經沒有競爭力 他現在靠了五年時間 開始從關稅大戰開始 到現在為止 結構改善了嗎 沒有 沒有改善嘛 好 就算給你 有個電動車開始好了 只是一個單一產業嘛 電動車 汽車在他總DDP裡面 多少 剛剛講了嘛 3%而已嘛 他的GDP 他照顧全面性的工人 好 那在這裡面 更嚴重的問題出現了 因為這個 這個華爾街島上的結果 他所有生產工人 包括上層的 生產工程師 他們的基本素養 是沒有成長的嘛 沒有成長的時候很簡單 我們只講的 就是STEM 就是理工科的人才 全面匱乏嘛 那這個國家怎麼會有生產力呢 一點生產力 我現在請教各位 包括台灣 我們都關注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嘛 我記得我年輕的時候 我還有買過美國車耶 對 我還買過 我自己還買過Buker的車子來上班 別客的車子 今天你會買別客嗎 不會 沒有人會買別客嘛 我買過歐洲車 我自己也坐過美國車 到最後我就不會 在你的身邊裡面 你到底有哪些美國產品 在我們身邊出現 越來越少了 沒有 你講一見 我聽iPhone是唯一的 美國產品 中國製造嘛 很簡單 沒有美國製造的商品 存在在台灣市場嘛 那所以在美國已經上市 那好 反過來看 當他的主管跟他的員工 有四百倍差距的時候 他的工會提出要求提高四十倍 四十八 合不合理 蠻合理的啊 你投給你 我這邊一個月一萬塊美金 你老大一個月四百萬美金 我怎麼跟你玩啊 我當然要反你啊 所以這個變成工會 形成一個非常大的一股力量 那只要這種力量 這個文化 這個結構不會改善的情況之下 他這個次代已經結束了 你知道吧 美國要重返製造業 要美國製造業 重新生產製造這個事業的話 已經不能夠期待現在的工人的轉型 必須是下一個 下一個世代 才有可能完成 他們這代沒救了 他們這代完全沒有救了 所以這個國家是非常慘的 一個情況之下 所以他們這一條路可以走 就是很簡單嘛 舉債嘛 靠美金嘛 另外就是靠打仗嘛 最後那兩條路可以走 靠全世界借錢嘛 靠全世界打仗 這個國家才能維持他所謂的霸權的力道 所以為什麼說今天習近平那麼囂張 習近平看了東升西降什麼道 看你那個懶洋洋的樣子 我以前在他習近平在 以前在這個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我有一天肩挑 千里是不是 十里挑戰不換肩 真的 保潔都可以廢得住 itetess 他是這種蘇生 他就瞧不起這種人嘛 所以美國沒有 美國整個的生產事業 沒有競爭力 已經是長期的這個顧僻 他改善的話 我覺得要再花一二十年時間 才有可能逐漸恢復 郭政 美國的空間他們的太空官員 他們講的一個 他們現在對中國所有東西 什麼都最有興趣 神龍 神龍是什麼意思 他說以前美國最厲害是什麼 XMGP XMGP是萊塢引去無中 他可以在天空飛七百多天 七百八十天 然後你只要一上去以後 你找不到讓他的中機 找不到任何中機的時候 有人講他可以執行很多神秘的工作 就沒有想到 現在中國竟然魔法XMGP 也做了一個一模一樣的飛機 更可怕的是 這個神龍跟XMGP 竟然在不同不到半個月的時間 相繼起飛了 對 這兩個禮拜中美是科技大戰 而且佔了是什麼 佔了是太空飛機E1 美國XMGP過去執行過七次的任務 而且他最難的是 世界各國沒有辦法做到 像他的科技 是可以飛到太空之後 可以進到太空的同步 衛星的軌道 所以他的時數可以達到兩百二 達到二十五倍的音速 等於一個小時內 可以在太空達到地球那個角度 如果他從那個角落攻擊地球的話 他可以超過音速 所以沒有人可以攔截到 這麼重的飛彈 如果他丟飛彈下來 對 而且他飛到天空之後 他可以攻擊或去收集衛星 等於別人的衛星 可以被他沒收掉 接下來他還可以去觀察 中國的太空站 最對接的時候 他還據說還神秘 躲在旁邊 你說當時神舟跟 天空跟神舟 兩個對接的時候 他躲在旁邊看 因為他飛上天之後 沒有人知道他跑到哪裡 因為他可以這一次 像他這一次兩個禮拜 這禮拜上去的時候 他去飛到三萬五千公里外的 同步衛星軌道 是飛得非常的高 而且這一次用的是 猎鷹再重火箭 是重型火箭 是世界上最重的火箭之一 是SPACE 馬斯克的公司 他還跟SPACE合作 對 所以合作的地方 奇怪的是 他這一次為什麼要 載很重的東西上去 因為他用的是重型火箭 而且飛得非常的遠 你用得非常重 你又非常的高 就代表以後 你不但是可以偵測 你不但可以在一個小時內 攻擊地球所有的目標 你還可以載核彈 甚至 你還可以運送 我們不知道的東西上去 所以他這次是不是 帶核彈去實驗 實驗說 他可以在一個小時內 因為他跟著同步的衛星軌道一直跑的話 速度非常快 他跑到那時候 把東西丟下來 你是根本沒有辦法來 那中國現在也做一個一樣的東西 神龍 而且大家追說 他在發射的過程裡面 他也不斷地丟東西 丟了六個物體 所以中國也發展出太空飛機 他可以來 從太空跟地下 可以來回穿梭 跟S30B的功能一樣 而且他這次飛上天之後 又不一樣的是 他竟然在太空中 低軌衛星丟出六個神秘的東西 這三個六個東西不是太空垃圾 他還會發出訊號 有人懷疑是低軌衛星 或通信的設備 而且中國在偷科技的時候 還完全不一樣 他這次也實驗 可以在海上發射火箭 而且他的重量 號稱全世界最大 所以太空競賽 中國是不是已經追上來了